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就在昨天啊 我出了一期关于马来西亚 要给新加坡停机的视频之后呢 就在我的评论区啊 大家就吵得不可开交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这期视频 就在我这期视频播出之后啊 大家都非常之激动啊 迅速做出了反击 冲到了超市 把所有货架上的机一抢而空啊 哎呀 在这里啊 我也是真佩服大家的这个行动力啊 太强了 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走着 首先啊 咱们先看看全岛各大超市的情况 包括湿巴沙市场啊 出现了货架空空的场景 只要是先机的货架啊 一盒不落 全被抢光 图片上是纹理的N2C 先机货架啊 一支不胜 再来看看红帽桥的 整整五层豪华鸡肉架啊 一扫而空 好像就根本就没有卖过鸡一样 再来看看金文泰 这个鸡肉货架跟其他肉的货架啊 差别是非常大 一边是空空如也 一边摆得满满当当 现在呢 现在呢 就连超市呢 都贴出告示了 说感谢您选择理性购物 我们呼吁顾客呢 只购买所需的食用量 您也可以考虑选择冰冻的禽肉产品 或是其他替代蛋白质 这不今天中午 我还特意跑到我家门口的N2C去看了一下 果不其然啊 这个鸡啊就没剩几只了 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是中午啊 要到了晚上 这一两包也就迅速就被人拿掉了 就目前而言啊 现在这个鸡肉的价格并没有上涨 视频的最后啊 我想对大家说 其实大家也没必要这么激动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新鲜的鸡 我们也可以吃点冷冻鸡嘛 是不是 再不行 我们就冲去马来西亚 他们不是说他们的鸡不够吃吗 我们就去吃好了 两块钱从乌兰关口坐车 就到了马来西亚的新山 我们去吃鸡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千万点击关注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 拜拜